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位是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横河先生 横河先生您好 林娜好 大家好 好 欢迎 我们知道三月底的时候 美国科学家是发表了一份报告 宣布对去年发明的第一个火体机器人进行了升级 科幻电影《魔鬼终结者》那样的火体机器人离我们还有多远 而在现实中 台湾泰鲁阁号重大列车出轨事故牵动世界的目光 在悲剧发生以后 各国领袖纷纷纷向台湾致哀 其中包括习近平 但是哀悲的话音刚落 中共军机又连着两天侵扰台湾 与此同时 中共还在东海 南海同时升级紧张的事态 四面出击 意欲合为 而美军也做出了回应 周末 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出现在了东海长江口附近的海域 这在向中共传递什么讯息呢 我们首先来看到今天第一个话题 大家知道美国科幻电影《魔鬼终结者》是美国影响力最大的科幻电影之一 电影就描述了2029年以天网为首的人工智能 判断人类是威胁他们的物种 试图消灭所有的人类 并且把一名火体机器人终结者送回了1984年的美国洛杉矶 试图提前杀死未来人与机器人大战中人类抵抗军的将领的母亲 在电影当时播出的大约1980年代呢 这种可以自我修复的火体机器人当时是被视为遥不可及的科学幻想 然而现在电影中的场景正在一步步的走进现实 去年1月美国科学家造出了全球第一个火体机器人Xenobots 这个火体机器人不含任何金属塑料或者是电子的元器件 而完全是由一种非洲青蛙非洲爪蛙的细胞构成的 科学家提取了500到1000个爪蛙的皮肤细胞和心脏细胞 然后利用超级计算机的进化算法 把细胞重组 创造出了这种只有大约1毫米宽的火体机器人 这种机器人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可以编程 比如说技术人员希望它以什么方式运动 就用相应的方式建模 就可以让这个火体机器人进行直线运动 S型运动等等 第二个特点是它可以自我修复 它被切割以后能快速的自我愈合 然后继续按照原定的程序工作 在过去的一年里 科学家又对这种火体机器人进行了升级 最新的研究结果 3月31号发表在科学机器人学的期刊上 和第一代相比 第二代火体机器人能够实现单细胞的自主组合 移动的速度更快 讯息的读写功能大大的增强 而且自我愈合的能力也大幅度的提高 五分钟就能从致命伤中复原 而且寿命是从过去的大约一个星期增加到了几个月 橫河先生能不能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种火体机器人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跟传统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机器人 我也不是搞这方面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paper 看了他们下文章 它和那个某鬼终结者的那个机器人概念是不一样的 那个机器人是真正的机器人 它这个机器人的特点就是不用基建 就是不用现在人用的这个钢铁或者什么齿轮之类的 这样建起来的 它完全是按照这个生物的自己的细胞组建起来的 那么它实际上是有这么几个特征 第一它这个机器人实际上是多细胞组成的 就是它自己说它已经在单细胞这个层面上往上升了一点 就有点像器官或者是这个多细胞的这个生物的这种特性 也就是说它是各种细胞组成的 第一代是用这个肌肉细胞就是心肌细胞和皮肤细胞 这样心肌细胞不是会收缩吗 收缩就是它的运动的动力 那第二代的话它实际上是用干细胞发展过来的 那么实际上在特定的环境下 这个肌细胞就能分化出不同的这个综末细胞来 这里它就因为在液体里面 它就分化出这个就是可以运动的那个很细很细微的那种毛 就是它的运动的动力 那么这个实际上它利用的是原来细胞的这种潜在功能 在不同的条件下 然后把细胞重组 它是一个细胞群 但是它又不是天然存在的细胞群 就是说它没有天然细胞的那种功能 而是给它赋予了一种新的功能 就是把它做成什么形状 它就具备什么功能 那这个呢是筛选出来的 不是完全设计出来的 它就是设计出来有不同的组合 就是每一个细胞实际上就是一块就是建筑的一块砖 那么不同的细胞组合起来 用不同方式组合起来 它也不能知道这些会有什么功能 于是它这个特点就是用这个进化搜寻的方式来找到它的功能 然后呢 就是它自己发展出一个功能来 那么这个功能是跟它结构有关的 但人并不知道 机器也不知道 机器只是设计 设计完了以后 如果发现它有这个功能了 好 朝这个方向去加强 所以它一代一代的可以更新 最后就变成人最希望成为的这个东西 所以它不是一个学习过程 一般电脑是学习 它呢是造出来很多很多 因为它可以编程嘛 做的方可以成批生产 然后呢就让它去这个自动的在那里体现出它的功能 然后再从里面选出来再加强 所以是一个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的这种机器人 它目前很小 是一个多细胞群功能还不是特别强 它只是说将来会有很多很多可以应用的前景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 您刚才提到它是一个有自我完善功能的机器人 秦鹏啊 科学家研究这种活体机器人 它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这种小微型的机器人来讲的话 它一般的话是和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是相关的 比如说呢传统上我们讲说 把这个药物直接的推送到就是人体的特定的这样的一个部位 这样的呢可以直接的去治疗这种一些特殊的疾病 那么还有一个功能来讲的话呢 它就是说可以比如说清除这个血管里边的一些这种 污染物或者一些不好的东西这是常用的 但是传统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 我们知道它里边是有这种钢铁啊 或者有些什么塑料啊等等类似这些物质 这些对人体来讲的话它是不好的 而且的话它是不可回收的 不可降解的 而对于这样的这种我们讲说生物机器人呢 它是有这种特定的寿命的 比如说这样的机器人呢 在就是没有外部的这种能源的 就是说比如说它主要是对它来讲的话 能源主要就是说现在脂类啊 或者是这种蛋白类啊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外部的有培养敏的情况下的话 它可以吸取的外部的一些这种能量 对吧 然后呢它可以活得更长一点 比后几个月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 它可能就是一个周之内 它就可以消失掉了 就可以降解掉了 所以这实际上是它的一个优势 也就是说呢 它在人体的这个治疗方面的话 它未来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另外呢就是作为这个特定的这种机器人呢 它还有一些集体性的功能 就是说它可以组群 比如说他们在这个实验中的话 发现在培养敏上 他们可以成片的去扫过这个培养敏上的 这样的一些氧化铁的威力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大面大型的平面上 来去协作去工作 就是说这实际上可以编队来完成一定的工作 所以呢他们认为将来也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在海洋中清除那些微塑料 或者是清除土壤中的这些 我们叫污染物等等的 它说可以做到类似这些功能 是听起来就是说它介绍说这种 活体机器人有很多好处 小旭你怎么看 你觉得这种研究 它到底是必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呢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初期的一个阶段 因为目前的这个Xenobots它是介于我觉得是合成生物学 就是非常分子水平的 比如说你甚至可以合成一个病毒等等 然后呢你用它来做这个药物的载体等等 或者用它来治疗癌症等等 这种合成生物学方面 它是介于分子水平和这个组织水平的 因为你现在也有很多的 比如说大家已经听到人造肉等等 对吧 就是在组织水平方面 你可以再生一些组织作为治疗 比如说节肢或者是器官等等 这个需要替代的这种人造器官等等 那么这个是更高一级的 它这个Xenobots这个机器人 相当于是介于这个水平之间的 所以刚才很想说它是一个细胞群 但是又没有完全形成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功能群 所以比较有意思的 我觉得是它在这样一个水平上 它发现了它有一些这种 这种自我修复的功能等等 它也是其实是最初的目的是 想要了解细胞与细胞之间的 如何相互沟通 如何相互融合 然后功能上怎么结合的问题 那我觉得把它叫做机器人 一定程度上稍微有点夸张 但是呢确实是它 因为有了这种动力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它比较有特色 就是那个超级电脑 因为这个研究是塔夫兹和文茫大学那边一起合作的 文茫大学有一个超级电脑在那边 那是由电脑来模拟 这个不同这个心肌细胞 以及一个这个皮肤细胞之间是可以如何结合 是怎么应该构想 然后它通过电脑模拟出来哪一种可能能够形成 比如说它要的这种定向的运动的功能等等 找到一个最优的一个配方 所以这方面它觉得是它可以是电脑program的 电脑就是事先可以算算出来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配方 那我觉得它是在初期阶段 但是它牵扯到几个比较就是不确定的因素 就是说一个是现在用了干细胞 那么你可以分化出这个肌肉啊皮肤啊细胞 那会不会下面进一步研究到神经细胞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会不会还牵扯到现在是挖的干细胞 会不会牵扯到人的干细胞 就下一步它怎么做 会有哪些因素 会不会牵扯到一些一些伦理方面的问题 会不会突破一些不能突破的这个界限 因为当然谁都担心科学家想要造这种类似人的这种这个机器人 对不对 这个人工智能太发达也不行 人们都很害怕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熟悉 我觉得要进一步观察 是 恒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它可能会有哪些潜在的风险 一旦应用超过了一些一定的边际的话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虽然它是用这个超级计算机 但是超级计算机呢 只是在它最初的设计阶段 然后用它这个操纵这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录像上面 它操纵怎么样去操纵细胞 但是一旦制造成功以后 这个细胞机器人就不再接受任何指令了 它的指令是预先编进去的 然后它就可以有一个自主的活动 那么这种自主的活动 现在是在低级阶段 就是一个细胞群 大概几百个细胞的细胞群 如果说进一步发展的话 它会存在一个 这个细胞群是不是会产生自主意识 因为一旦有了神经细胞以后 它当然就会有自主意识 那么你就不知道它会朝什么地方发展 而至于神经细胞的话 因为你是干细胞来的嘛 刚才小旭已经说了嘛 它就是从干细胞来的话 它是可以发展成各种各样的中膜细胞的 包括神经细胞 那这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发展出来以后 生产出来以后 它是不受任何指挥的 就是它是按照预定的程序 如果它改变自己程序 可能人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不知道 这个生物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们说虽然培养出来的 都是痴性的动物 但是它说生命会发现它自己的路 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 我认为这部分是比较危险 那么下一步当然就存在伦理的问题 这个实际上它是一个纯生物的东西 就是说纯生物制造出来 超出它原来的功能了 超出它原来能够工作的 就是作为整体超出了 细胞个体还没有超出 那么这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 已经是一个比较微妙的界限的地方了 就是人对于生命的操纵 可以到什么程度 就是这个伦理的问题 是 其实刚才几位专家也都谈到说 现在这个关于活体机器人的研究发明 虽然还在早期阶段 但是它已经处于一个很微妙的 一个伦理的边缘了 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 也不仅仅是对这种活体机器人的研究 比如说我们还知道2018年的时候 中国有个科学家他叫贺建奎 他当时就打造了第一例 我们已经知道的 叫基因编辑的婴儿 后来虽然这个贺建奎他自己被判刑了 但是那对双胞胎婴儿怎么样 现在却是不知道了 也就是说现在这种科学伦理 对这种科学家的进取心 或者说是企图心的约束 现在似乎处于一个越来越微妙的状态 就是这种科研的边际到底应该是在哪里 最近这些年科学界的这种研发 是否正在突破这种边际 秦鹏您怎么看 对于现在的这种 我们讲说生物的研究 或者是机器人的研究 它其实涉及到两个大的问题 一个就是它人来讲的话 会努力地去把它实现可编程 就是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的这个活体机器人 它是有一定的可编程的能力 就是说它可以用光源 或者其他方式去做一些这种操纵 那么未来来讲的话 人肯定会想办法 再把它给更加的这种智能化 就是说慢慢地会 它有一些自主意识 或者它希望能够引导到 一定的这种自我思维的一种方向 就是说作为AI的这么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方向的话 未来是不是可能会一方面 说进化成说人来讲的话 很难控制的这么一个这种范畴 这是一个我们说对于这种科学家来讲 它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它掌握在谁的这个手里边 这可能也是更可怕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好的这种东西来讲的话 掌握在比如说中共的这个手里边 那很可能它可以用变成一个非常邪恶的 那么一个机器 可以进攻世界 甚至来讲的话 我们谈到比如说你研究病毒的话 最后可能说它可以进一步地变成一个生化武器 这是一个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它涉及到 就是我们看到人伦的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同样的这样一些研究的话 未来就是说在没有完全道德底线的情况下 它可以把人作为这样的一些这种生物化 机器人化 甚至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前几个月的话 就是在川普政府的时候 他们还揭示出来 中共还试图把人去增强功能 就是作为改造成一种我们说 超级战士 超级战士 类似这种东西 这实际上很可能对人类来讲 是更可怕的一个这种方向 是 小旭你怎么看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所谓科学日新月异 但是这种科学伦理的边际到底在哪里 现在有没有突破这个边际 你的观察 我就很危险 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合成生物学 其实就是在分子水平也已经在这个边缘地带 因为你可以合成一个 比如说想要治疗癌症的这个病毒 但是你也可以合成一个更强的这个病毒 本来这个世界上没有的病毒 可能再来更大的这个灾难 这个本身其实也是在这个边缘 那还有的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纳米技术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听起来好像很无害的一个技术 但是现在所说的 那你的技术如果跟分子生物学结合以后 会不会也带来新的材道的出现 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人造组织 人造器官的这种出现 其实也是一个边缘地带的 大家都理解 就是如果有比如说有节制 有穿伤 需要替代的器官 好像是一种医疗的这个目的 但是这些东西生产出来 会不会也是帮助了这个机器人 或者就说更新一代的机器人的这个有不同的材质 对吧 更像人 就这样的新一代的机器人出现 也等于是做了很大的一个铺垫 所以这里面本身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模糊地带 然后包括那个干细胞的研究 干细胞研究其实这个本来就是受到很多限制的 那么现在这个研究 它其实是用了这个青蛙的干细胞 当然就是好像没有在限制之中 但是这个也是一步之遥 所以这个其实是 如果这样的技术被一些极权国家所学会的话 往这方面发展的话都是很危险的 这个改造人或者是人机混合体 或者新一代的这种机器人 完全像人一样的这种机器人 这个都是 我觉得在不久将来 几乎是可以预见会一定会出现的 一定会有一些科学会往这些方面发展的 一定会往这个方向 他们觉得是在做科研的突破 但是这里面当然是牵扯到 就是说生命的来源 人怎么理解 这个生给人所下的一些规方 那么如果科学家一味地走这个方向的话 一定会突破这个界限 科隆人已经出现了再往前发展 那就是经过编辑出来的这种人 就有特殊意识的人等等 那这些东西一旦出来的话 当然对人类的危害就更大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这个 医学人类底线一定是要看得很紧的 但是这方面目前其实是远远不够 力度远远不够 是 恒和先生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很多行业组织 它也有伦理委员会 但是在这方面 他们的约束力是不是够强 您对这方面有什么担忧和观察呢 对各行业的伦理委员会 它往往跟不上这个科学的发展 因为这个科学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它总是突破一些新的领域 新的方向 那么这些方向可能在伦理委员会里面 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还没有设计出来这个预防的方式 所以说往往是技术走在前面 伦理跟在后面 这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是实际上科学家呢 很多科学家是试图避开自己的伦理的约束 就这个国家伦理的约束 然后呢去把它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做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突破伦理的实验 是在中国大陆做的 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技术啊 它很多技术是从美国来的 从其他国家来的 那么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其他国家的 但其他国家做不了 所以就到中国去做 那么这些科学家呢 其实是知道的 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给了帮助的 就像你刚才讲贺建奎 贺建奎在这个事情曝光以后 被中国大陆关注 然后处理它 在之前一年的时候 他在美国 他就已经在这个专业会议上 已经谈过他的想法了 那些他的合作者导师 都是实际上是 我觉得都是支持他的 因为他们并没有去 像任何伦理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 是支持他的 就是说我们不能做 你就去做吧 那就包括这个 这个是政力团队做的改造病毒的 这个让他跨种感染的这种实验 实际上也是跟美国的一些科学家 他们做不了 怎么办呢 把钱转移到那边去 然后让他们做 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呢 就是美国的伦理委员会呢 它原来 它是跟这个大部分人口的 这个伦理道德有关的 那么美国的呢 主要是基督教信仰 那么在基督教信仰这个之下呢 就是它有一个基本的约束 就是人是神造的 你不能去做这种大的改动 那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所以伦理呢 是根据社会伦理来的 那现在美国社会呢 就面临这个问题了 实际上是一个道德危机 那么这个道德危机就是 有人蓄意的 当然是教会本身也在 也有问题 然后加上有些人呢 就蓄意的把这两者分开来 尽量的让这个宗教信仰 不要介入到这个行政啊 社会这个科学啊 这个领域去 所以说呢 它这个约束力呢 就整个社会的这个道德水平和 这个基本的信仰 如果在堕落的过程当中的话 那么这个伦理委员会的伦理也会降低 就会又会开更大的大门 所以这有这几个层面上的问题 都牵涉到这个伦理上的事情 是就是伦理 究竟谁来监督 有没有这个能力来监督 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是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 这种科学活体的机器人 到底会发展到哪一步 会不会突破这个伦理的边际 虽然现在是早期 但是还是值得持续的观察 我们下面再来关注 大家这个周末 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泰鲁阁号列车出轨 导致50人遇难 这也是台湾铁路 40年来最严重的事故 全台湾从周六开始 连续三天降半期致哀 那么习近平呢 周六是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 向事故的遇难者家属和伤者 表示关切 但是呢 他的这个怀柔战术还没发酵 周末连着两天 中共的军机就继续侵扰台湾 4月3号下午和4号上午 中共都派出了一架运巴反潜机 进入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 中华民国的空军是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广播驱离 防空飞弹是追踪监控 而这也是中共军机 4月份以来的首次访绕台 而在3月份呢 共军共有18天绕台 其中3月26号一天是高达20架次的飞机绕台 是创下了新高 台师大政研所的教授范世平 他就批评说 真的是够了 如果演也要演得像一点 就是说停飞几天 现在却几天都不停飞 难怪台湾人对中国 其实是中共 一点都不信任 小讯你怎么看 因为我们知道 中共军机他在台湾一片哀思的时候 绕台 不但会比平时 更激起台湾人的反感 也会让台湾人质疑 中共最高层的这种哀悼 并不真诚 甚至统派的人 也很难为他去做辩解 那为什么中共的军方 不能暂时停飞几天呢 是中共军队的指挥层太僵化 还是有别的原因呢 指挥层的交换肯定是一个因素 但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他们一定程度上 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有所调整了 因为跟三月份比起来的话 他只派出了一架飞机的话 这个已经是觉得 巨大的调整了 他甚至觉得 我已经在试好了 已经在配合了 这个系总书记的这个做法 但实际上他没有想到 就是人们在那种灾难之中 在这种悲伤的情况下 这个非常敏感 所以实际上他虽然想要有所四豪 但实际上整个效果还是仍然是出炉了 我觉得很多的台湾人 那这里面也牵扯到 就是说对于整个中共的机制来说 他本身习近平 其实像他之前的这个中共展规一样 很多种很多情况也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他也很难完全控制军方的所有行动 军方的很多鹰派 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些强势的这些操作 那么在不管是在台湾海峡 还有在南海啊 东海等等 制造一些摩擦 制造一些冲突 有些军方的鹰派 他本身也是 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场战争 能够让这个中国的军队得到磨炼啊等等 这个这个蟑螂的这个外交这种心态下面 就军中的鹰派的势力是大大抬头 所以这里面也有他这个习近平很难控制的一方面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 习近平并不是单一的想要示好 他其实也是想要这个恩惠病思 他实际上就是说两个手段都想耍 他要保持他的压力 他同时也想就是表面上做做文章 所以对于台湾的这个大规模灾难的这种示好 这个当然只是一个表面的秀 你一方面还制裁这个台湾的这个贸易啊 这个分离啊等等 你对台湾民众的这个生命安全并不见得增开 你也不对人家的这个生活改善 做任何的这个积极努力 你只是从这个外交啊军事啊 各方面进行这个钳制台湾的这个空间 那实际上当然你本身 并不是真的有这个善意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个就是做秀 真真实的目的还是这个保持现在对台湾的这个压力 是 恒河先生同一个问题您怎么看 中国的指挥系统是这样的 一般情况下下面是不能够制作主张的 也不能因为说习近平发了这个悼念 那底下去说那我们是不是要停两天 他没有这种事情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命令没有改变 那么他要继续扰台还得继续扰台 如果说是降低了频率的话 那是上面已经有了 就是说四月份可能要减少 或者是适当放松一点 没有人会去为这种事情去冒险 去自己去做一个主张 去这个去扰台 去跟习近平对着干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是 就是对于中共高层来说的话 就习近平本人的话 这个悼念也只是做一个姿态 仅仅是做一个姿态而已 他并没有考虑到需要 在这期间要减轻压力 或者是改变一下 对台湾的军事的行动 或者是这方面的改变 如果他没有想到 或者是没有打算做的话 因为军人是要接受命令的 如果这个命令没有停 这个命令一定是从最高层来的 要知道对台问题 并不是任何中间人就可以解决的 当年炮击金门的时候 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 每一个步骤都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 没有不大可能说 把这个指挥权交给别人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最高层 并没有真正的去 把台湾民众当成是自己的同胞 不过就是当成同胞也没关系 就真正在中国大陆 发生了这种灾难的话 中共高层也是不在乎的 他就是做样子也是 仅仅是做样子 现在连样子都不愿意做了 所以我不觉得他是会把民众的生命当回事 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是 但我们知道过去在台湾 秦鹏我们知道过去在台湾 中共他讲所谓的想以香港为样板 进行一个一国两制的 一个所谓和平统一的时间 他多少还会好像顾及一点 台湾民众的观感 但是现在这种表现好像是对这个点 似乎不太在意了 就是积极地进行他的军机绕台 这种武力威吓的一个行动 你怎么看这种行动 这个里边的话其实是有一个这种 我们叫做石和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对于中共来说的话 当然作为香港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演示的样板 然后最终是为了拿回台湾 尽量的以和平的方式 但是中共现在认为一个是整个国际局势 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它是觉得是武力吞并可能会未来成为更大的一个选项 因为台湾人是越来越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和平的统一 而在香港我们看到它这个牌已经打烂了 就是说它已经通过这种图穷比见的方式 撕破了所谓的一国两制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的方式 以及所谓的保留 就是我们叫自由社会 资本主义的这么一套运作的制度和模式 它已经撕破了这种脸了之后的话 那么当然它越来越肆无忌惮地 就去把这样的一个这种高压的政策 给台湾人试图通过让他接受说 你如果纯粹从应来的话 那只能去接受这么一个结果 我觉得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目前看到的 中共已经是不是非常在乎这一点上 是不是要需要给台湾人一个好的印象 这样的一点了 是 其实我们也知道中共 它不光是在台海地区挑衅 像您刚才说的图穷避现 它在东海 南海领域 最近也是不断地制造紧张的事态 那么日本海上保安厅3号就宣布说 4月2号的时候 在中日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 日本叫尖阁珠岛附近的海域 就发现了两艘中国海警船的船只 正在靠近在捕鱼的日本渔船 那么其中一艘中国海警船 是疑似搭配了机关枪 日方就表示说 为了确保日本渔船的安全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 就冲入了中国海警船和日本渔船之间 并且警告中国海警船退出相关区域 据当时在日本渔船上的 有一个日本议员 他说当时日本海上保安厅的 巡逻舰冲进来的时候 是一种不怕发生冲撞的气势 冲进来的 我们知道中共从今年2月份 它开始实施海警法以后 就允许海警向外国的船只使用武器 随后中共的海警船就开始 连续50天进入钓鱼岛的海域 这就让东海的局势不断地升温了 另外在南海是有200多艘中国的渔船 3月初就开始以躲避恶力天气为理由 进入了牛厄礁水域 其实按照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的判决 牛厄礁是属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 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就说 这200艘中国渔船实际上是由中方的民兵组织操控的 而且现在天气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了 是仍然有44艘中国船只停在牛厄礁 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洛伦扎那 他就说现在天气很好了 他们没有理由继续留在那里 他们继续驻扎 表明他们打算进一步的占领西菲律宾海 小旭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四面树敌是所谓的兵家大祭 但是中共现在在周边的南海台海东海 可以说是四面出击 同时在外交领域 他也是到处展开这个战狼式的出击 为什么现在要这么做呢 总体上应该是习近平的一个策略吧 对他来说现在 本来确实是中共就已经是四面树敌的 这个四面树敌它其实早就是了 因为中共本身的这个特点也决定了 它一定会跟很多国家的利益是冲突的 不光是通过一带一路等等 通过这个债务陷阱等等 实际上它确实本身就已经是四面树敌 而且从意识形态的对抗来说 即使是冷战也是为了遏制中共 这个共产主义的势力 那么现在当然中共是最主要的 这个共产主义的力量 那么国际上会形成正义的力量来遏制它 那它自己本身也会这个四面树敌 这个我觉得是无法避免的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它对于它现在的阶段来说 它耽误自己 它是要逼迫美国跟它能够坐下来进行谈判 那么现在的这种四面出击的做法呢 一定程度上让各个地方的事态都升级 实际上就是给拜登政府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 我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因素 你必须跟我坐下来谈判 对吧 我是这个拥有核武器的这个大国 那同时它又跟这个俄罗斯伊朗和北韩 达成进一步的这个协议 那么就相当于形成一个跟西方力量对抗的这么一个邪恶轴心的这四国 这也就是正好在这个四方会谈结束之后 所以呢 对他们来说就是很明确的告诉西方社会 告诉美国我有这么一个阵营 而且呢 其实中东局势也不稳 然后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也挑起事端等等 那些集结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等于是要逼迫 这个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 要坐下来跟他们谈判 所以这个中午我们也看到这个美方马上就要跟这个伊朗 就是启动这个伊朗核协议的再一次的谈判 所以就是说对中共来说 只要你能跟我坐下来谈 就是他们的一定程度的这个胜利 对他们来说就是有的喘息的空间 所以他这种四面出去的做法呢 其实也是一个战略 因为本来好像就已经四面受敌了 他要想困境求生的话 他必须表现得更加张狂 让国际社会害怕不得不跟他坐下来谈判 我觉得这是他主要的策略 是 恒河先生同样一个问题您怎么看 我想是这样的 因为他现在实际上出动的是军事力量当中的下面两重 因为整个中共的这个 你按照这个中共中央的军事委员会的定义 中国武装部队是包括三个部分的 它包括正规军 武警和民兵 现在他出动的实际上是武警 海警就是武警的一部分 那渔船就是民兵那一部分 海上民兵 所以他出动的是这种 所以是骚扰级别的 或者是逐渐施压的这个级别的 他还没有到战争级别 而且四面树敌呢 现在他实际上是四面出击 四面出击它没有达到冲突的状态 真正达到冲突状态的时候 他是不能够四面作战的 这点是肯定的 他不可能在海上 这三南海 东海 台海 然后西面再跟这个印度四面作战 这个他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是四面出击像现在这种四面施压 这个能力他还是有的 因为这个并没有超出他的这个能力很多 只是说反正你们也组成一个新的 比如说在太平洋印度洋地区就是印太战略 你已经终不成型了 反正他就是认为你们已经对我输敌了 他也用这种方式来对西方表示 就是实际上是对这个新的印太战略的一个警告 意思就是他不怕 因为他这时候不能示弱 中共是这样的 他这个权力结构他是一定要建立在进攻的基础上的 他不能够建立在防守的基础上 他不能够让别人看到他在任何一点上示弱了 所以说除非真打不打的话 你很难让中共适当的克制 尤其是在现在他认为他自己已经 必须让大家认为他是一个世界强国 是跟美国能够面对面 唯一能够跟美国面对面抗衡的这么一个国际力量 他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说不经过战争的话 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真的是还假的 但是他就要让大家认为他就是这么一个实际的一个尸体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他会继续保持在四面的那个对外的压力 这个不大会改变 是 恒和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就是中共他必须建立在一个进攻性的基础上 我想这不仅体现在中共整体这样一个体制性的特点 同时也有人提到说中共党魁他也不能示弱 因为他一旦对外示弱 那么他党内的对手就会认为他是可以被打垮的 所以就会对他施加更多的权力斗争的压力 秦某你怎么看为什么中共现在在四面 就像刚才恒和先生说的是在四面骚扰 对 它实际上来讲的话 在南海我们看到还不仅仅是说 现在是海警法的这么一个应用的问题 海警法只是一个低烈度的或者准军事性质的 那么他还有了不断地在造人工岛 然后去把它给军事化 甚至去部署核潜艇 那么在我们看到和缅甸 为什么中共会支持缅甸的根本原因 他也试图突破就是我们叫印度洋 就是直接进入印度洋 而避免的话再去走过去的这种 马六甲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被遏制 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在今天 4月5号法国领导的就是包括印度在内的 五国军舰演习 它其实也是为了应对中共的 在这个领域的这种挑战 所以其实也是现在冲突的这样的 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这种升级化 越来越形成一个这种集团化 当然对中共来说的话它可能目前在亚太这边的话 它更多的还是说靠自己的力量 靠一个军事力量 还有特别是经济力量 再去试图去扭转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局面 这是我们看到的整个的这种冲突 现在是在加剧 而从这几天来讲的话 在台湾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 也在去进行 那么它四处这种数级的一个原因 其实有一个根子的原因 就是一方面来讲 它这种意识形态的就跟恒河先生讲的 说它必然是要去一种强势的这种进攻型的 而进攻的目的的话 最终其实就是像要实现中共的那样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就是共产主义它占领世界 对吧 你不管是把它要的一个传统的名字 叫红旗踏边世界 还是说现在包装一点的名字 就是我们叫说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 现在这个局面一定是个初级阶段 对中共来说的话 这个高级阶段一定是最终奴役全世界 然后最终让所有的这些 包括日本包括美国 最终是一定要打仗的 而且要一定打赢的 所以它最终的话 把这些实际上都是视为这种对手 或者要敌手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来看是越来越成为这种公开的秘密 是 我们也看到美国方面就做出了一个应对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学院的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 它3号就宣布说 按照一个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信号 4月3号零点左右 美国海军一艘神盾级的导弹驱逐舰 叫马斯廷号 就出现在了东海的长江口附近的海域 那么之后又向南航行 这艘驱逐舰是3月27号 从日本的横须赫港口出发 然后就直接前往东海 可以说对中共施压的意图是非常的明显 同时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 4号上午的时候 是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了南海 这是罗斯福号今年第三次进入了南海活动 那么南海战事 这个泰式感知空中心平台的主任胡波 他就认为说 最近美国航母的行动是突然性增高 规律性降低 实战部署的意味就非常的明显 小旭你怎么看 你觉得美方的这一系列行动 到底在释放出什么讯息 对于中共是否可以形成足够的一个威慑力 美军在整个印太地区的部署 对于中共的这个前置 当然我觉得特别是 在川普总统执政期间 确实是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 这个印太的战略 那么军方的军力 我觉得是足够遏制中共在这个整个印太地区的这个aggression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么现在的表现出来了 除了你刚才说到这个Mustin号的这个驱逐舰 这是导弹驱逐舰 那还有这个黎根号这个哈姆舰队 这个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其实还有这个核潜艇像俄亥尔级的这个核潜艇等等 这个也是很大的这个军事力量的一个存在 那其实去年2020年的时候 美国海军部长还建议要重新建立这个第一舰队派往这个印太 派往印太 主要是可能是在这个印度洋一带 那么如果一旦真的能够形成重新部署的第一舰队的话 那我觉得对美军整体在印太方面的这个实力的话 也会有大大的增强 我希望这个事情能成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确实所做的这个应对的话 基于更像一种patrol 那确实当然面对就是局势的变化 它这个变得不是常规的一种规律性的 那我会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这种出现啊等等 潜艇的出现啊等等 那这个当然就是对中共有一个威胁 就告诉他我是有很强的机动能力 我应对的能力 这反应性啊等等都是非常及时非常快的 那这个是一种比较有利的威胁 但是我觉得整理上可能还应该 让其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 日本的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也能够介入 也能够出现这种巡逸啊或者出现更多的这种联合演习啊等等 因为日本包括驱逐舰啊这个巡洋舰等等 日本啊这个海上自卫队 它本身也有差不多38艘 美军部署在这个印台地区在这个日本的大概差不多是97艘而已 那所以日本如果加入的话也会体现更强的一种联合作战 联合钳制中共的这个作用 所以我觉得美方可以加强 但是加上其他盟国的力量的话会更有效一些 是 秦鹏你怎么看大概一分钟可以补充一下 目前的这种遏制呢 我觉得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就是因为现在的话 试图只是说通过军演啊等等方式 那么另外呢 他们还做了一些这种供应链的这种转移 比如最近的话在跟日本的话 在形成一个副国务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 这高级高端供应链的这种转移 但是我觉得还远远不够 对于川普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全面对抗 包括的话在经济上是彻底的去削弱它 而不仅仅是在高端的这样的一些这种科技领域 去进行削弱中共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如果说我们还在很多的领域进行对它这种所谓的合作 对吧 包括疫情的 包括这种所谓绿色新政的 这种气候角度的 那其实还会不断地壮大中共 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讲 对全球来讲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还是需要更全面地去遏制中共 才能够说真正的构成打击 而不仅仅是说去进行这种剥离的状态 好的 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嘉宾的精彩分析 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更多精彩话题 新闻大家谈周三同一时间 和您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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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